内卷这个词是去年秋天北大清华的同学 首先把它说出来的 那么以前这个概念是一个学术概念 那我想它被大家变成一个全社会 在去年和今年都特别热的一个词 它背后讲的是一个顶尖高校的学生 在这个祭典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下 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彼此PK 然后耗尽元气 那么在这个背后呢 就在启迪我们中国这些最优秀的年轻人 他的学习状态到底是在干什么 他们的人生之路应该是什么 他们的学习状态是什么 他们和学习和他们的内在的精神成长 和自我认识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是需要对他们进行更认真的观察 那内卷这个词呢 也不仅是这个群体 其实它之所以广为变成一个非常流行的词 我想它可能是这个时代 在很多方面 也许是这个群体是最有发言的这样的一个权力 有很多人他身陷其中 但是他说不出来 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大厂 大厂 讲的马龙 对吧 讲的也可能是这个年轻一代的某种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就是中国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叫的是极优主义 优寂主义就是靠一个人的努力 靠他的天分 等于他的成就 这个是对知识来改变命运的一个最基本的信仰 那也是在这个命题下呢 中国若干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但在这些年呢就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呢你就会发现就是家长越来越多的参与了 那么这个教育的资源越来越不均衡了 这个不均衡 虽然我们有公立教育在那个地方不断的要给大家一样的教育 在不断的学校在减负 但是你会发现更多的中产阶级的家庭在不断的选择私立教育 或者是选择学生在校内接受比较简单的吃不饱的公立教育 然后再到校外去参加一些高难度的学习 甚至你会发现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校内的公立教育做空的 更多的学生是在校外进行支持的这样的一个输入 在校内来体验成功 这就导致了一个是家长主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在最近今年夏天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国家就开始搞了双减制度 双减制度未来呢比较好就是要重回学校 重回学校以后能不能够把学校内部的那个 不要有那么多的所谓的一些省就有几个头部学校 然后我们的县中就开始扑片的塌陷 而是在这样的一个优质的教育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均衡化 或者说是能够在我们不同的县也好市也好 各个级都有它比较出色的这样的一些中学 能够让不同的阶层都能够上到便宜的 均衡的但是一定是高质量的教育 而不要变成昂贵的竞争的又是分裂的教育 我觉得这是政府已经非常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 也在努力的着手改变当中 我觉得大家既然非常有幸寄生到名校当中来 能不能我们慢慢的能够停止某个角度的快速奔跑 能够更多的在这个地方认真的来做一种自我的贪求 能让自己有一个内在的真正的内在世界的一个增长 或者说是一个精神世界的一个成长 有了这么好的教育资源 我觉得是要在这个地方认真的贪疚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和同伴的关系和知识的关系放慢一点 把自己真正放到知识学科和人类精神 所可以给你开启的这样的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而不是一味的在过去只是炫耀你的某种能力 就是炫耀你的能力在能力里面积累某种指标 在这个过程中呢人越来越干枯 也越来越被抽离 而是更耐心一些沉浸在这样的一个增长的过程 把自己放在和知识和他人和这个成长 这样的某种不确定性当中去做一种真正的成长 而不是待在一个舒适区里面 在一个正反馈所奠定的那个赛道里面 既无聊好像又完全是外在动机所导致的那样的一个成功模式当中 能够走出舒适区 真正的去面对不确定 能够去贪疚自己内在的成长 这是我想说的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